我小时候发现小小的手电筒竟然有惊人的力量 晚间打开手电筒,我看到索造之处会发亮 在老旧的骨仓里玩手电筒让我的兴致更高 因为它会在空气中投射出一道光 但我发现最有趣的是 当我把手电筒紧贴着我的手掌的时候 我的整个手会在黑暗里发光 那光真的在我的身体里面 观察光的物理属性是件令人兴奋的事 但是发现灵性之光和灵性真理的属性更令人惊叹 而且更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 也生活在一个不安的时代 要在这样的时代昌盛繁荣 我们的内心就必须有灵性之光 我们要如何获得这种灵性之光 让耶稣基督福音的光确实充满在我们的灵魂呢 我想提出三个建议 一 学习真实的教义 二 获得纯正的见证 三 勇敢地过福音生活 首先要学习真实的教义 阿尔玛发现宣讲神的话有一种强烈的趋势 要引导人行公正的事 是的 这对人心的影响比刀剑或他们遭遇的任何事都还要有利 所以阿尔玛认为 他们应该去试试神的话的功效 亨利·爱宁会长说 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众先知所教导的教义 阿尔玛知道教义具有强大的力量 能开启人的心智 看到肉眼看不见的灵性事物 也能敞开人心去感受神的爱和对真理的爱 1832年 主向先知约瑟斯密 启示了一项关于灵性之光 也就是基督的光的真实而有利的教义 这光从神面前发出 充满无际的太空 这光在万物之中给万物生命 是管理万物的律法 也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的能力 陪到潘会长进一步阐述说明 经文中也将基督的光描述为 耶稣基督的灵 基督的灵可以启迪发明家 科学家 画家 雕塑家 作家 演奏家 建筑师 作曲家 创造出伟大 甚至极具启发性的事物 造福全人类 最近科学界对光的属性的看法令人震惊 今天的科学家甚至把光比作信差 使者 或媒介 主的教义是多么深奥啊 第二 要获得纯正的见证 这个见证来自圣灵的证实 神是我们的天父 耶稣是基督 我们在万物中所看到的光与真理 都在敦促我们 要借着研读和信心来获得知识 然后才会得到圣灵的证实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感官 来多了解神的手工和神的良善 但是更深刻的见证会 在我们真心诚意地在灵性上 寻求真理时赐给我们 宾塞干会长说 属世属灵的知识的宝藏 是隐藏起来的 不过这是对那些 不肯按部就班的 寻求和努力的人而言 属灵的知识并非单单求问 就可以得到 甚至连祷告都不够 它需要终生的坚持和奉献 我们如果能够沉静地 前进地观察神 对我们 为我们创造的这个伟大的宇宙 我们的见证就会增加 主对以诺说 所有的事物都是创造来为我见证的 阿尔玛对反基督者 科利河做了类似的见证 万物都说明了真的有神 是的 就是那大地 大地上的万物和大地之运转 是的 以及所有按其既定方式运行的行星 都证明的确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创造主 以诺是在神前的挣扎 说明了他父亲的见证是多么有利 以诺是说 我常听到我父亲讲的 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 深深印在我心中 罗素裴勒长老说 清楚地宣告真理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那么做会使得许多人的内心改变 那人和我曾在巴西雷西菲附近 参加过一个圣餐聚会 有个年约九十岁的小孩 九岁十岁的小孩 在大热天里穿着蓝色的新西装走上讲台 对会众说 我们家最近一直在读有关道德选择权的经文 接着他读出 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 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宝 自行选择自由或永生 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 选择束缚和死亡 然后他说 有一些年龄比我大的朋友选择抽烟吸毒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行为的后果 他在结束时做见证说 我知道这是真实的 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 做了这么有力的见证 真让我们的心深受感动 第三我们必须勇敢地依照我们所获得的光和见证来生活 神应许我们 获得光又一直对神忠信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光 光会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要勇敢地过福音生活是需要付出真诚的努力和牺牲的 许多年来在巴西 马脑斯的圣徒如果要去圣殿 得搭乘拥挤的船在亚马逊河 航行两天 再搭两天的公车 通过热带地区才能够抵达雷西飞圣殿 一路舟车劳顿抵达后 他们沐浴更衣 立即开始在圣殿执席教仪 这样为主服务了几天后 又得踏上漫长艰辛的回乡路 他们这种牺牲的举照 是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节经文的最佳写照 要在这个美好又充满挑战的时代享有平安 我们一定需要学习真实的教义 获得真正的见证 并勇敢地奉行福音的真理 只要我们依照耶稣基督及先知们所教导的光和真理过生活 并能清楚地看见我们永恒的命运 我这样做见证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